可以看到这事发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拜登致辞30分钟 前后在台上大约3个小时 921名毕业生每一位的手他都握了 而就在最后一名学生握完手 他要走回座位的时候 被地上的沙包绊倒 而在空军人员的帮助下站起来 事后白宫发言人表示 拜登完全没事 而在上空军一号时 他看起来还好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不是拜登第一次跌倒 2021年3月拜登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 就在台阶上两度半倒 去年6月骑脚踏车时也摔倒过 而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最老在位总统 确定竞选连任的他 年纪也是共和党做文章的议题之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岁度是新闻的来自下车的 能复够地议仇 西吒 вижу衣地走 出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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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